今天台湾附近的水气少 所以今天各地天气都还不错 加上东北风的减弱 可以看到今天各地高温都来到了27到28度之间 北台湾温度也回暖了 但明天开始提醒您 水气会逐渐增加 但主要的雨还是下在迎风面 像明天基隆宜兰就会有些局部短暂雨 其他各地天气还是稳定的 后天迎风面的降雨范围会再扩大一些 接着难道周末假期更要留意 可能会有台风接近 怎么影响变数还很大 但是北部东半部到时候降雨会比较明显变多 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 云图上网先来看到 是位在飞滨东边的这个热带低压 预估在明后两天就有机会增强为台风 路径部分变数还很大 其中美国的气象模式预测 这个天气系统未来会朝着偏西 来到了旅宋岛东部海面 接着北转离开 这是一号路径对台湾影响会小一些 但是欧洲的气象模式则预期 未来这个天气系统有可能一路偏西 通过飞滨旅宋岛之后才开始北转 走这个二号路径对台湾的威胁 当然就会大一些些 但不管怎么走 我们提到都还要密切观察 都还有变数 只是目前看可能一号路径 几率相对高一点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可以肯定的就是礼拜天开始 冰封面北部东半部的降雨会明显增加 接着下礼拜一到下礼拜二将会是整个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点 降雨的实际状况还是要看这个台风最后的路径而定 但明天还不用担心 因为明天来看的话呢 虽然台湾附近偏东风水气会稍微增加一些 但还好只有在基隆跟宜兰有些局部短暂雨会出现 其他各地明天都还是多云道晴 可以见到阳光的 那接下来等到礼拜五的时候 开始有些东北风吹进来 水气稍微变多 所以呢 迎封面除了基隆宜兰有些局部短暂雨之外 台北还有花莲礼拜五这一天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飘雨哦 不过到了桃园以南跟台东地区 礼拜五还是可以见到阳光的稳定天气 接着等到礼拜六的时候呢 这种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气还会更多一些些 到时候包括了桃园以北啊 一直到宜兰花莲 目前看都会有一些短暂雨的情形 尤其在宜兰 礼拜六局部地区雨势会来得比较大 但新竹以南来看的话 虽然礼拜六的云量增加 但降雨几率同样还是不高的 礼拜天之后的天气就看台风的路径而定了 而就在温度部分 透过地面天气涂涯来看到 今天随着北边的高压移出来 东北风减弱 白天各地温度回升 尤其在北台湾 明天的温度跟今天差不多 各地白天呢都是舒适到温暖的 北部东半部的高温 有机会来到28度左右 中部南部高温 有机会来到29到30度 但提醒您 各地早晚的低温 只有在19到21度上下 所以早晚还是比较偏凉的 最后天气上的小低名 就要告诉大家了 明天基隆宜兰 有一些局部短暂雨 带把伞比较保险 其他各地天气稳定 但是早出晚归 一服天家一件 周末假期 流域可能有台风接近哦 尤其在礼拜天 北部东半部 降雨会比较明显增加 明天天气透过TUKA 一块来关心 明天我们提到呢 水气会稍微变多 所以基隆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 台北云量偏多 不过降雨地域并不高 新北以南 主要还是多云稻晴 基隆22到25度 台北21到27度 新北21到28度 桃园20到27度 新竹20到28度 苗栗也是20到28度 而到了中部地区呢 明天主要还是多云稻晴 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但是日夜温差比较大 早晚比较偏凉 台中22到29度 彰化21到28度 南投21到29度 云林20到28度 嘉义20到29度 而南部地区呢 明天同样留意的 也是日夜温差比较明显 台南21到28度 高雄23到29度 屏東22到30度 降雨几率都不高 不过到了东半部地区呢 因为影风便的关系 所以明天宜兰 会有一些短暂雨的情形 19到27度 花蓮酝量偏多 不过还是有机会见到阳光 21到27度 台东多云稻晴 21到28度 而在外岛地区来看的话呢 明天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在金门高温28度 未来天气透过图卡告诉大家了 明天我们提到基隆宜兰有些局部降雨 等到后天的时候呢 这影风便的降雨范围再扩大一些 周末假期 流域可能会有台风的接近 但是中部南部 目前看到礼拜天以前 主要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锁定台式气象 均开每天跟你聊天起